幹啊 泰山壓頭 阿媽我要壓泰山頭嗎 我會反被他壓 我跟你講 這麼大一隻 怎麼壓得下去 不如我自己抬起來 哈哈哈哈哈哈 W212有要上架了嗎 欸 我有W212嗎 喔 有捏 我有一台 還有一台柴油的齁 其實太忙了 車很多都沒有上架 然後今天一整天齁 忙 然後那個粉絲也都沒回去 我應該會被幹屌死 Persona就是四門的劍兔 對阿 對對對 那就是四門的劍兔 一模一樣的東西 原廠機米沒車 外面車廠一對加價賣 最高價要十幾萬 有啊 有很多人賣那個啊 賣訂單啊 機米也有很多人賣訂單 就是那個 其實我有遇過幾次啦 但是我都沒有買啦 因為那都要超定價買 那他們很多人就是可能在一兩年前 就先訂車了 可是我遇到很多case是 因為他等了一兩年齁 他必須繼續用車 所以他等不下去 他另外在這中間可能就已經又 另外買了其他的 車的新車 然後等到業務通知說 欸 你的金米來了 哇 我已經買車了 齁 我只好把它賣掉 轉賣掉齁 賣訂單轉賣掉 我覺得23萬收剛好 很多都是這樣啊 我是覺得18萬比較剛好 可是客人 人家就沒有要賣我們這個錢 有時候買賣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們都 這個我們遇到已經很習慣了 賣車的都希望賣越貴越好 買車的希望買越便宜越好 其實到最後就是雙方達成共識這樣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齁 你如果像我啊 其實我們公司有採購嘛 其實我很不喜歡自己收車 因為我去收車永遠都收太貴 因為我這個人齁 比較衝動 你知道 我們想買就是想買了 所以有時候會表現得太過於倉促 因為時間就是金錢 那我比較不喜歡浪費時間 為了五千一萬兩萬三萬在那邊 唉唷 不要啦 賣人家便宜一點啦 不是 我跟你講 齁 林先生我跟你講 這車齁 外面怎樣 你在網路上看到那些賣那個價錢 我跟你講那都很多齁 就是因為他賣太貴才會被你看到嘛 對不對 就是如果你看 照行情來賣應該早就賣到 不會讓你看到這些廣告 哇 那邊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 嘖 嘖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真的 謝謝文綺 對 我跟你講 我全身上下都硬的 就心軟而已 真的 對對對 你們都好了解我 育君的人了解我 我這個人就是他媽的愛面子 臉皮薄而已 真的 所以我不適合出去收車啦 我收車從來都只有貴而已 我很難收到便宜的車 然後有時候又會 心軟啦 你知道嗎 阿 就說阿 小事哥因為我就是缺錢 養不起車才賣 阿我們就會想說阿 不然幫助人家一下還是什麼 阿反正就是 我不適合出去收車啦 簡單講就是這樣 對錢沒有那麼執著啦 我如果對錢執著一點 我就願意花更多時間去 去磨阿 所以很多人說 業務這個工作其實 嘖 要 蠻適合某一些 人的個性 齁 其實我覺得 個性上面也有分啦 真的 有些 個性比較細心的 比較有耐心的 或者是說他 可以 對錢比較執著的 他願意花比較多的時間 不管賣車或是買車 他願意去談這個case 然後很有耐心的去 去談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啦 是有機會的啦 10年的TIDA有什麼通病 冷氣啊還有風箱啊 然後 呃 T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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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看喔 TIDA其實還好了啦 冷氣的部分 比較麻煩而已 其他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TIDA我沒有遇到什麼太大的問題 IS250會有很多問題嗎 IS250最大的問題就是底盤還有環保器 底盤因為他的拉桿很多 然後 一個東西不貴 幾百一千就好了 可是當他數量是十幾根的時候 你就很頭痛了 然後 IS250最多就是門板 中控台啊 那些 皮革環保器那很難處理 那真的很難處理 所以我其實也 蠻長一陣子沒有收IS250 因為他那個環保內裝真的很麻煩 Permash很少賣 問題是問題小毛病很多 不是 Permash少賣是因為他 我跟你講 該報廢的都報廢掉了 然後 大家也知道 我買老車的一個原則就是 你要是美魔女 有沒有 你要老水老水 我才會買 所以 就很少 很難遇到 啊你如果雇得不好的 跑 二三十萬公里的 我通常就 就直接都說 不好意思我們不收了 所以Permash不是沒遇到 是 車況好的 不好遇到 對 不好遇到 IS250 我們明明車庫車沒撞過 車的路股車一路越股越低 我懷疑車商會互相通報 會啊 其實車商 我覺得這運氣問題 車商 我跟你講車商並不是會 全部都是互相通報的 其實車商 除了朋友關係以外 他們還有競爭關係 所以並不是 你們想像的是全部串聯 其實沒有 也許你剛好問到的那幾間 他們就是串聯的 但不可能全部啦 我跟你講啦 這就跟一個車商 我跟你講任何團體都一樣 不要講車商啦 你是一個 媽的化工材料 商店零售業 什麼團體都不管 什麼工會都不管 工會都很多 就跟一個班級一樣 一定有媽的比較孤僻的人 像泰山那種 不喜歡跟人家交朋友的 不想跟人家講話 獨來獨往的 有沒有 有嘛 對不對 啊有沒有講話很雞巴 嘴巴很臭的 有嘛 啊有沒有講話很唬爛 很會吹噓的 有嘛 啊有沒有幾個上廁所會手牽手一起去的 也有嘛 啊你剛好遇到那幾個手牽手上廁所的 沒有辦法 啊就串聯了 齁 啊因為基本上大家有競爭關係 其實沒有你們想像的那麼誇張 真的沒有想像的那麼誇張 新生船會去買來玩嗎 幹 怎麼可能 你們變態噁心 我不告訴你 你們太噁心了 怎麼會有人問這個問題 欸 怎麼會有人問我說 新生船會不會去買來玩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人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有內賊 專業回覆都是我回的 沒錯 所以回得很慢 好幾天才會回一次 哈哈哈哈 三林Birage手牌車小事哥推嗎 Birage哪有出手牌的 你不要騙我喔 我在這兩個二十年了 Birage哪有出過手牌的 都是自改手的吧 喔還有Salon手牌 啊可是 Salon手牌太舊了啊 其實Salon手牌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我有兩台 啊我不知道放在那邊幹嘛 好像還沒有停死 牌都還在 我已經繳了一年稅金了 我不知道幹嘛 2011年 2001年 保持2067 1.6手牌好癢嗎 可以買來玩嗎 可以啊 可以買回來玩啊 那現在很便宜啊 那現在十萬左右 應該都買得到了吧 十幾萬應該都買得到了吧 可以買來玩啊 可以啊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齁 小七哥在就知道 其實有時候台灣很多車廠啊 會被罵 啊那三林的啊 都也不改款什麼什麼 啊或者是 你可能會說 啊怎麼又怎樣啊 那個誠意不夠啊 什麼 其實 我覺得啦 有時候 因為台灣市場真的很小 那 你那種代理商要去跟原廠談 人家根本就沒在甩你 我給你什麼你就賣什麼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東西齁 並不是他們可以選擇 從以前的那個Virage來 欸 18 1834cc的樣子嘛 對不對 啊明明 我如果今天我是三林 我會覺得說 幹啊這引擎 1800多進來 台灣已經媽的沒人要買啊 對不對 我難道不知道嗎 可是我 我沒辦法 我就 只能拿到這個東西 我就只好賣啊 對不對 我覺得啦 我的猜想是這樣啦 對啊 人家沒有在甩你啊 我給你什麼賣什麼 你說 媽的這個 為什麼不給我2400的引擎 只給我2000的 對不對 為什麼RAV4要給我2500的 2500的台灣就不喜歡啊 稅金比較貴啊 我給你什麼就賣什麼啊 所以 是不是有一陣子 才有人在吵說 啊那你 你不要用排氣量 課稅嘛 你用馬力課稅就好了啊 你光我幾CC對不對 還是你要用什麼 其他的那個原則去 去 去 去課稅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用 你用排氣量 就會造成這種問題啊 台灣人就喜歡 2300多CC的來買 或者是這個 1700多CC的來買啊 對不對 阿媽3200多CC 剉賽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倒不是新車公司 能夠決定的啦 人家給你多少量 要給你 講難聽一點啊 阿這1800多CC 的引擎還有剩啊 你就給我用完就對了啦 你不用完 我也不會給你新的啊 阿你用完了 我也不一定要給你新的啊 其實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有時候也是 有難言之隱啊 我覺得 應該是這樣 反正嘴巴講 大家都很好講 大家都很會講 阿我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禮拜遇到的一個案例 可是這案例我之前講過 我還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不好 就是關於孤車的問題 我昨天 有一個 有一個消費者 其實這個一直以來 都有消費者 在跟我反應 那昨天剛好又遇到一個case 他賣了一台車 然後賣到某個縣市去啦 然後 然後 我都不講是什麼車 哪裡我都不講 他這個情形是這樣 比如說他沽了一圈 沽完之後呢 最高的 他就賣給他 五十萬 五十萬就賣給他了 結果過了三個月 三個月以後 他就回來說 他的引擎壞掉了啦 然後要跟他說 這引擎修理要十幾萬啦 我跟你講啦 我沒等他問完 我就把故事講完了啦 我說 那是不是回來跟你扣錢 他說對 啊是不是要跟你說 那個引擎修要一二十萬 他說對 我說好 那你現在要怎麼辦 齁 他說你現在要怎麼辦 那我說沒有怎麼辦啊 很簡單啊 兩個做法啊 一個就是跟他協調啊 講好看多少錢 你就 賠給他啊 他說為什麼我要給他 我說好 你先不要激動 齁 第二個做法就是不要屌他 你就不要甩他 好可是他說他要告我呢 那你就跟他說那你告我 就這麼簡單 兩條路走 可是齁 我通常在這個時候 我還是要 我還是要酸一下 我都會酸一下 來問我的人 我說齁 基本上我跟十個人講 不要理他 只有一個人做得到而已 大部分都是台灣人的習慣 真的就是這樣 齁 不想 啊我要上班 他每天打給我 啊 我很忙 他每天都在乳肖 然後他還傳簡訊說 欸 簽合約喔 我知道你們家住在家 怎樣怎樣 還是改天齁 我去你家拜訪一下 齁 我們來洽談一下 看這個十幾萬的事 要怎麼解決 然後通常很多就是心生 恐懼啊 或者是覺得上法院麻煩 然後或者是他說 啊我要跟你告喔 齁等等等等 啊你就好啦好啦那多少錢 講一講講一講這樣 啊你也不要讓我難做嘛對不對 啊我也是被公司逼的啊 啊不然你看 一時一時扣個五萬八萬 齁 反正我跟你講能扣到多少 他就是算多少 啊我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齁 呃 反正很簡單啦 其實你們在賣車的時候 一定要簽訂契約 那契約裡面一定要寫上說 這個車齁 舊車礦的部分 我可能給你三天的時間去測試 齁或者是一個禮拜也沒關係 你去測試 有任何問題 你隨時回來跟我講 在三天內 那之後我就不負責了 齁你在合約上 你就把這個註明清楚就好了 齁就很簡單 保護一下自己 齁 賣車也要保護一下自己 其實賣車沒有比買車安全到哪裡去 大家都忽略一個問題齁 齁 你賣車的時候齁 你可能 收你車的人給你個訂金 然後你把你的資料 你的證件 你的車都交給人家了 去辦過戶了 辦完過戶以後 你還只收到訂金而已齁 他要來跟你結尾款的時候 他要怎麼跟你結 他結的尾款 是不是當初講好的金額 那個都不一定齁 齁 那個都不一定齁 所以 其實賣車 沒有比買車安全到哪裡去齁 也是一樣危險的齁 那而且這個東西最容易是什麼 我想賣車都是這樣啊 我能理解啦 想要賣越高的越好 但是有時候你為了三千五千齁 你真的會 你賣到一個麻煩的東西齁 麻煩的人齁 你真的會 你的心會累啊 你的心真的會累死 然後三個月回來跟你扣五萬 結果你當初只為了高三千 你就賣給他了 為了高五千 高一萬你就賣給他了 結果三個月後回來跟你扣五萬 搞屁啊 好不好 合約一定要寫 還有一個案例是昨天遇到的啦 齁 昨天遇到的 他說他去買一台車啦齁 對方 我假設啦齁 假設對方說要賣 廣告PO28萬 齁 然後 你自備款 全額貸 全額貸 好他就跑去了 然後他說 啊可是我想要全額貸 他說沒關係 我幫你送送看 你雙證件給我 然後他就把雙證件給對方了 然後他就走了 結果對方跟他講說 欸 我跟你講齁 因為齁 銀行會砍額度對不對 你雖然28萬全額貸 那我幫你送50萬 讓他砍 這樣你才可以全額貸嘛 對不對 我現在幫你送28 啊如果被砍下來 你就沒辦法全額啊 被砍成20 那你要自備8萬 所以我先幫你送高一點 齁 讓銀行砍 他就幫他送50萬的貸款 結果好死不死 我跟你講 50萬貸款全過 過了之後 然後那個買車的人就問他說 欸 那 現在他貸款 合過50萬了 那我那個車只有28 你是不是要退我 22萬 對不對 多出來的嘛 齁 買28 代50 算過了 那你是不是還我22萬 對方說 喔沒有喔 我這個車是賣48萬 哇嘻啊 死了 本來28萬的車 然後跟他講說送50萬 阿最後過50萬以後 對方改口說 我這台車是48萬 好啊 那你怎麼搞 他問我說 小師哥我要怎麼辦 我說 阿 合約當初怎麼寫 他說沒有寫合約 我就直接證件給他 阿就走到現在這副田地 現在他叫我去交車了 呵呵呵呵 看 阿怎麼辦 你問我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 你什麼合約都沒有 我怎麼辦 阿你就證件交給人家 然後 我跟你講阿這種東西阿 我覺得不能怪 辦的人騙他 我說實在話 為什麼 你要知道喔 一個車子 你一個車帶要辦成功 要有什麼 照會 他打電話照會 然後你要簽對保 你要簽文件 對不對 你一定有簽文件嘛 不然怎麼可能會 怎麼會 審核過 怎麼會撥款 你一定有簽文件阿 對不對 阿你沒有買賣合約 然後你證件給人家 然後對保文件 50萬你也簽50萬 阿全部過了 阿現在回來 要怎麼簽 你要怎麼簽 對不對 你有什麼好簽的 你就不注意阿 對於10年前 Sony MK2的二手車商 感到抱歉 其實我覺得 這沒有什麼抱歉喔 我覺得大家要有個理解 我坦白說 我自己認為是這樣 二手車商 買進車子 收車子 本來就是低於市價 所以 低於市價的 我簡單 我換一個方式講好了 我們先講回剛剛的例子 車商跟你說 引擎壞掉要回來告你 可是其實阿 我跟你講 你上了法院車商 我覺得不一定占便宜 為什麼 第一個 你車商是專業人士 這台車有沒有事故 有沒有泡水 引擎有沒有問題 你應該理應要看得出來 這第一個 你是專業人士 所以他不必很窒息說 我的引擎將要壞掉這件事 我不一定要知道阿 但是你車商是專業 你有鑑定過 你才跟我買的 第二個 你車商購入的價格 你原本就是低於市價阿 低於行情阿 所以當中當然就是包含的 你必須整理 你有風險 當然你也會有利潤 所以我說 如果像這樣子的車 車商買回來 車子故障 然後告上法院 我覺得車商坦白說 不一定會佔便宜 如果你是一個 懂得打官司的消費者的話 我 我覺得你可以理解為 不一定佔得了便宜 但是我不是 不幫車商講話 我認為說 你就是把時間壓好嘛 我給你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回去試 阿沒有問題就是沒有問題 你就不要回來訪我 我並不是說 阿車商好像都 一定要自己狗無塞 也不是阿 只是說 你如果隔三個月半年 我覺得那個就有一點 有點奇怪啦 我說實在有點奇怪 阿我知道 其實我也知道說 我的直播 有很多同業在看 那我覺得 我認為我不是想要去 詆毀任何一間車商 我是覺得說 如果今天 車商 大家都是 好好的 安安穩穩的 簡單的 不去欺負人家的狀態 一個對等公平的交易 然後賺到我們要的錢 我相信 如果說 二手車的市場 大家不那麼怕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好阿 我最常講一件事情 我一個小時 全台灣 都來跟我買二手車 有可能嗎 不可能阿 對不對 我有可能賣那麼多 不可能阿 我媽我店裡就這幾個人而已 就這幾台車而已 對不對 我有辦法吃下全台灣市場 沒有阿 我也沒有想要吃全台灣的市場 我也不是財團阿 我也吃不了阿 對不對 阿不然這樣阿 這個線上的車商 不然大家都來投資我 我們來用一個聯盟阿 好阿 我們一起來賺全台灣的錢阿 阿 但是只要你願意跟我 做生意的方式一樣 阿就大家 齁 簡簡單單 清清楚楚去 賺到我們應該賺的服務費 如果你願意的話 OK阿 但是我認為說 其實有時候我講這些東西 我是不希望有很多消費者覺得說 阿 車上好像就很黑阿 都黑道阿 什麼什麼 然後大家不敢買 阿大家不敢買 我相信對二手車市場 也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嘛 對不對 大家聽到 李小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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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好像出去 老伯老母說 阿你們今天你送給我 我今天你不會離手車 感覺好像 有沒有 我自己覺得啦 也許其他的 從業者不這麼覺得 但我自己坦白說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阿 覺得好像有一點 有點丟臉阿 很像我自己 所以我現在常常跟人家講 人家說 喔小師你當屬店 我說幹 什麼當屬店 我商店零售業 我是開甘阿 我是雜貨店而已阿 我講實在話 我們也不是什麼聯盟 聯鎖7-11 沒有阿 我們就是 我就是一間雜貨店 只是我賣的東西 是車嘛 單價高一點 就這樣而已嘛 我從來都不認為 我坦白說啦 我自己啦 甚至是有點自卑的 我會覺得說 好像我做這個行業是 我不讀書 然後 愛玩車不學好 然後我再做這個行業這樣 我自己這樣覺得阿 我不是說全部的二手車行 那我是一直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想要 讓大家不要覺得說 好像二手車商就是 我剛剛講的這樣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一直很努力在分享這些資訊 那我是為了說 不要 好像 讓人家看到說 阿 二手車就是這樣阿 阿 沒讀書到去賣車 阿 有的沒的阿 希望說這個 我們也是一個可以有 有一點 sense 不要讓人家聽到覺得好像很黑 或什麼樣的一個行業這樣 所以我是這一兩年 我自己才 一直宣導以外 一直 一直調整自己的心態 然後才覺得 比較好一點這樣 當然我認為 各行各業都會出頭天 只是說 我想 我在想的是說 第一個出頭天的定義是什麼 那第二個 當然我也不敢說我那麼偉大 我可以讓所有的二手車的業者都變成清流很棒這樣 不是 但我希望 有影響到一些 也許後面才進入這個行業的 也許 其他的老闆 也認同我們這種做法的 那大家一起來把這二手車 我一個人不可能 我覺得還是需要大家覺得 很認同這樣的做法 然後一起這樣做 甚至我覺得說 如果你願意這樣做 我小師 就是我來幫你宣傳我也OK啊 我真的 我OK啊 我不是那種 我覺得 我自己 大家都來找我買 我不要幫別人做廣告 我不要推薦別人 大家都來找我買就好了 我從來其實都沒有這樣想過 真的 所以我覺得 我知道 我知道有很多同業 都在看小師的直播 那我只是覺得說 不是你們想像 好像說 我都跟別人說很爛 我很讚耶 我第一名 專台灣 像小師的車 會買你 我跟你講 我現在跟線上五百個人講 我媽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這個東西 講求 講求緣分的 不過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蠻正常的現象 就是 不管 不管各行各業 一定有 好好做的人 也有一定有 不好好做的人 其實這個一定都會有 我坦白說 不可能完全 不可能完全 我跟你講 就你們看嗎 立委 市議員 什麼政治家都一樣 我相信 有認真做事的政治家 但是 有沒有想要進去撈錢 有嗎 一定也有 所以我 我覺得 我倒覺得說 這是一個 還蠻正常的現象 對 你不可能讓所有的人 都是 OK的 是每個人做生意的方法不一樣 大家買賣二手車就是注意 因為現在我覺得 有蠻多評價 可以參考的 所以不管你吃餐廳 對不對 你也會去 去看一下這餐廳的評價 或者是 你會去看人家的那個 部落格 美食部落客的那個 的那個 實際啊 你可以去做一個參考 那其實 如果說 這樣子的一個參考的機制 或是評價的機制 它是有參考的價值的時候 那才會有更多的二手車商 願意在網路上 好好的 做生意 累積評價 然後讓你們去參考 所以 我講真的 不一定要跟小獅買 你 你住高雄 你住屏東 你住台南 你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當地的二手車的一個評價 究竟購買也沒有問題 好啦 時間差不多啦 好啦 來了來了 來 看一天少一天啊 來啦 看一次減一次啦 掰掰啦 掰掰啦 大家晚安 好舒服喔 很快 我們 我们下期再见